盘底NBA最特殊的两笔年终奖 看完后我的眼泪从口中流了下来 今年年初 独行侠老板库班正式卖掉球队 卖完后 库班向每位球队员工发了一封邮件 然后给所有员工总计发放了3500万美元的奖金 在独行侠工作时间越长 贡献越大的员工就能领到更多奖金 按照每支球队400位工作人员来计算 每人平均就能领到9万美金的年终奖 折合人民币为64万 不过这点钱对于库班来说倒也不算什么 因为他在运营独行侠期间已经赚到了30亿美金 这次发奖金纯粹是为了回报一下他的那些老员工 当然这是老板主动发奖金的优质案例 还有老板被迫发奖金的特殊情况 2022年初始 俄克拉格马雷霆队因为工资总额仅有8934万美元 距离穷鬼线还有2300万美元的差距 这也就是说如果雷霆队不签约的话 他们连穷鬼线都很难达到 但是按照劳资协议规定 如果一支球队的总薪资没能达到穷鬼线 球队需要补及差价作为罚款 补偿给球队的每一位球员 所以这2300万美金就要平均分给球队的17名球员 每位球员平均就能拿到135万美金的特殊补偿 雷霆总经理千算万算就是没能算到NBA劳资协议的特殊规定 这笔135万美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因为雷霆当时签约的大部分还是底薪球员和新球球员 据统计那个赛季雷霆工资超过500万的只有3名球员 有7位球员的税前合同都没有超过200万 这就等于说这笔奖金直接可以等于这些球员一整年的工资 在雷霆这些球员没有战绩压力年底了还能拿到如此一笔巨块 这样的工作谁能不爱呢